突然出了隧道的头领接了一通电话 他很奇怪 对方为何会知道这个号码 对面却说 只要我想 自己就可以知道 因为我就是身处这种地位的人 而他也很干脆 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以你组织的力量 仍然来得及 去履行我的军火商无法履行的 飞弹发射 对方很清楚 发射后头领的股票的损失 但他也点出 赌狼这个军临日本黑暗世界的赌博组织 已经命不久 在他看来 赌局的胜负根本无关紧要 为达目的 一切的规则 就像是橡皮擦的碎片一样 随后他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现在立刻马上发射飞弹 时间推浅少许 当头领在别墅里被接走了时 另一处房间里 有好多的所谓杰出人物 早已就坐的四人 分别隶属外务省防卫省 内阁情报调查室 隶属昭美新闻 而站着的这三位 虽然嘴上说着 见到国家精英有些紧张啊 但他也只是嘴上说说罢了 因为他们三人 隶属于检查厅 作者的其中一人自嘲道 在你们面前 我们算什么精英啊 一番言语交锋后 情报室的人询问 你们到底有什么企图 当开始正题后 三人的脸色突变 不再是那么的懒散 这现场的气氛 有些紧张 看来他们讨论的内容 很了不得呀 这四个人觉得 即便加上凭借着人际关系 以及媒体的力量 都不足以实现计划 难道说 这些人想要重现266事件吗 所以他反问道 你们到底在隐瞒什么 除了你们刚刚说的这些 你们还有什么秘密武器 也就在此时 第四个人到场 他抬着头不屑地说 看来大家的脑袋 都很精明嘛 他的出现 让四人是大见失策的 这位可是检视总长啊 妥妥的大人物 通过他那满目在乎的言语 让我们知道 这些人之前讨论的 竟是操纵政治家 以及控制国家 而他认为 想要达成目的 需要先制造出一个新组织 国家机器的腐败 已经不能靠 同一组织的部门去净化了 这就需要制造一个 由我们监视警察 支援国家的组织 一个比他们更暴力的新组织 可是这一切 需要一个契机 只要有个契机 就可以发挥传媒和舆论的影响力 只要有事件发生 证明他们力量不足 不能很好的守护国家 这个计划就能顺利进行 例如恐怖袭击 此话一出 死人都惊了 其中一人更是连忙撇清 我没说 但是啊 他的但是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假如有飞弹 或是火箭炮之类的 出现在这个国家里 有使用这些武器的 恐怖袭击发生 肯定会更具实现性 前世总长笑了 他觉得 不管这是不是妄想 但假如能有完善的准备工作 你们四个就会发动 对吗 视角再次回到隧道这里 面对对方的请求 同龄很干脆的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自己有自己的规则 也可以说 自己就是依据着这些规则而行动 的确非但可以让他发射 但这又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吗 自己是一点都不高兴 你就当是发射失败了 死心吧 还有你说的什么股票之类的 自己根本不知道 那是怎么回事 被这么干脆的拒绝 对方觉得有些意外 但他也没再多说些什么 只是料下去 你会后悔成为我的敌人后 就挂断了电话 隧道口 一辆豪车在此攻后 一个人恭敬的站在车前 迎接着头领 并说 一切如您所想 而他竟是刚刚 对着四个人 趾高气昂的 检视总长 他恭敬的汇报的事宜 关于M26火箭炮的事件 各地都已收到了消息 并确认了 媒体将会大肆报道 全国也会引起混乱 那么接下来 那四个 不 是三个人 将会为头领 每个月的游戏而出动 对于头领来说 火箭炮就已经足够了 虽然期间答应了那个家伙的一个无缘无故的奇怪赌局 但这个月的游戏 新组织的成立 似乎都会很顺利 当然 那个新组织的操纵者 依旧是我们赌狼 所以昨天国君 革命是这样子进行的 这时镜头回到了费坑的房间里 莫这次的抽鬼牌游戏所得的全部金额 赌狼竟然要回收 伟看着一旁面不改色的莫 思绪回到了不久前 首领翘着腿 他要听听这个家伙 要提什么样的条件 而莫竟然要再次成为赌狼的会员 他将用这两次赌局迎来的钱来换取 这个要求让头领有些意外 因为来这儿的行为 只是自己的临时起义 可莫突然又说 这次自己会很认真的 以下犯上 一番对时候 首领是率先出生 他本以为 你这个家伙会要求保命 但莫的话就有些意思了 原来你也知道 那个取命 因为你很善望 这话让头领有些不爽 难道你以为 自己会再次忘记吗 可转身后的莫很干脆的说 没错 就是这样 这种挑衅的行为 成功的激怒了首领 但他很快压下怒火 并答应了失望者的条件 可是在他招呼着黑衣人离开时 他有些迟疑 感觉出手下的一丝不满 头领反问道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一声令下 就能取了他的小命啊 但自己刚刚还说 运气会随着正确的判断而来 虽然可能性很低 但也要考虑到万一 不过只要你踏出这道门 也许你就会明白 就这样看着二人离开后 莫叫醒了发呆的尾 哪知道突然反应过来的小尾 这次是大怒 莫先生啊 你到底想干嘛 为什么要放弃冒着生命危险 赢回来的钱呢 既然是放弃 那你为什么不提出要求 将他夺命的命令取消呢 你这么做 岂不是再次放弃自己的生命吗 这一步踏错 就会像他们一样被吊死的 你到底想干嘛 对于担忧自己的尾 莫解释道 只要有所追求 就会透过赌博来解决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我所追求的是 大到惊人的东西 大到用自己的性命 也不足够支付的东西 而且对自己来说 与赌狼的战斗过程 可能是最安全的时候啊 就这样 莫和尾 如同来时一样 随着夜行 走出了漆黑的隧道 对了 结束前有个小插曲 头领离开前做了个提醒 由于好夺战的形式已经恢复 而下课上的形式 也自动的回到了本来的做法 这是当初初代想出来的做法 不得不说啊 古老的东西总是好的 做得很好啊 从这一刻 要以下范上的会员 需要一个先决条件 该会员的专属主持人 必须是零号 你的专属主持人必须在夺号战中成为零号 所有主持人共有101人 既然现在已经恢复了号的地位 所以应该会有追求零的强者出现吧 这样一来的话 莫说道 对夜行先生 您这样的老年人来说 是不是有些辛苦啊 夜行笑眯眯的说 这是当然的了 不过自己对于强大 没有多大兴趣 对于他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答案 头领并没有回身 只是让侍皇者代替自己 说说他吧 而莫呢 则笑着说 夜行先生啊 就是个大话精 至此呢 这时期的废弃恐怖分子篇章 算是告一段落 这一篇啊 基本上就是关于赌局抽鬼牌的部分 只占三分之一 剩下三分之一是围绕着飞弹 而最后的三分之一就是 为之后的剧情 挖坑 埋下伏笔 还有就是填坑 前几期有位朋友曾留言 能不能让最后捋一捋剧情 我觉得吧 这一期赌局的技巧 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 就是那手法问题也很简单 点透了就能明白 至于其他的需要后续了 后续的剧情 结束前呢 就是多说一些 就是关于那个精英分子提到的266吧 之后的内容啊 与剧情无关 就是纯属的水时长了 226啊 是1936年 日本近代史上发生的最大的一件 叛乱事件 这件事从根子上来说 就是日本陆军的派系之争 笼统说呢 可能有些朋友听不明白 但如果太详细的话 又会占用太多的时间 简单来说就是 陆军有两大派系 一个是黄道派 是主张孙皇 在天皇亲政下 对国家进行改造 以暴力革命 打倒本国的资本财阀 并且他们将苏联视为敌人 另一个则叫统治派 初期的主张是以暴力革命手段 对国家进行核心 建立高度国防国家 以此对抗西方列强 而核心人物则是早期的永田铁山 在佩斯后 其核心人物变成了东条英姬 226就是黄道派的少壮军官们 对统治派的高层进行刺杀的行动 而这次事件对二战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从此之后 日本政府是正式的走向了军部内阁 完成了军国主义 而且也是在这次事件之后 以刺杀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的风潮 才算停止 多说句啊 就是这次的266就是陆军的下课上行为 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在上面加上一句 以刺杀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的风潮吗 因为这种事啊 海军也干了 简单的说一下海军的事迹吧 就是在918事变之后啊 虽然日本得到了东北的控制权 但当时的日本首相全仰义认为 日本不应该接收东北 并称日本将不会承认满洲 为满洲国的合法性 他的观点是 对当时的民国要分化对待 鼓动内战 避免其统一 可是这样的行为 在激进的下当士官们就是认为 这就是服软和卖国 而其中海军的血盟团是尤为激进 1932年的5月15日 十几名年轻的海军军官 就大摇大摆地冲进了 当时的日本首相的官邸 将其射杀 小插曲啊 由于这群人是海军出身 所以玩枪的粗活不如隔壁的陆军 他们对全仰义一共是开了九枪 也就三法命中 使得他能撑到医院 并在死前调侃 海军的枪法真烂 而那群家伙也的确很烂 在袭击了首相之后 他们又去偷袭财阀 但他们只是乱丢手雷 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而事件比较魔幻的则是 事后军部和极端民族分子们 开始对媒体施压 最终这些人变成了天皇的忠臣 舆论就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 甚至啊 接任首相 陵墓喜三郎 都不敢上任 在庭审时 法庭更是收到了三十万人的许书 就这样迫于舆论和压力 法庭判处这些人去掉一职 以做惩戒 并当庭释放 所以你看 在陆军看来 那群马路们干掉了首领 都只是砍掉一职 而我们只是砍自家的长官而已 但哪知道啊 陆军他的确是马路 2660他们在控制东京后 收不住 收不住手 趁乱竟然干掉了几个海军大将 还包围了海军上 这就引起了海军大怒 直接征掉军舰 东京湾评判 也因此这性质就不再是暗杀 而是兵变 尤其是天皇 上次的海军事件 自己就被当成了傻瓜 结果没过多久又来一次 所以天皇更是下令 征掉军队进行评判 最终军官们只能投降 并且全部被执行枪决 所以说日本人对下课上 真的是刻到了骨子里 行了不聊了 这一期就这么多吧 这一期这段结尾 也算是替 剑锋海神篇最后的那段 就是水手嘲笑路上 嘲笑陆地上战士的那段的补充吧 老样子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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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